同样是脑出血 为什么别人没有后遗症 脑出血以后 有的病友都已经完全恢复了 看上去像没有病过似的 但是他却连走路都走不稳 其实这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有关系 第一就是出血量 一般来说25毫升是一个界限 像5毫升10毫升 这是属于少量出血 通过及时的治疗 自己也能慢慢的吸收 病人恢复的就好 但是如果出血量比较大 30毫升甚至50毫升 就会造成一些比较严重的神经功能损伤 有的患者可能还会造成偏瘫 偏盲 土字不清这些问题 第二点就是出血的部位 有些高微的部位如果出血 即使出血量不大 也容易遗留下后遗症 比如像肌底节节的出血 如果遗留比较严重的肢体障碍 脑干出血 就算是病灶很小 患者也有死亡的风险 如果是一些非功能区的出血 或者是出血的部位 没有运动或者是感觉通路 一般不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第三点就是救治是否及时 脑出血发病的比较急 如果不能够及时的去清除血种 使脑组织局部受压 超过了它的耐受力 那么即使后续解除压迫和水肿 脑功能也难以完全恢复 第四点呢就是后遗症期间 康复训练与调理是否及时 其实不难发现呢 很多原本卧床不起的后遗症患者 通过积极的康复和调理治疗以后 基本上都能下床走路啊 进步是非常明显的 但很多人呢 公示了康复训练和调理治疗的重要性 后遗症以后 每天都卧在床上 不愿意忍受暂时的痛苦 最终只能一直被人搀扶着照顾着 所以建议呢 食品前已经有遗留后遗症的患者朋友啊 一定要积极的寻求医生的帮助 调理体制 配合康复训练 恢复如常 以不再遥不可及 告诉你一个秘密 脑梗最怕的三件事 刷新你的认知 如果不想得脑梗 一定要知道脑梗怕什么 其实脑梗呢 它有三怕 今天这个视频详细的分享给大家 我们知道呢 脑梗是三分靠痣 七分靠痒 很多时候呢 我们不去伤害它 其实就是在保护它 第一呢 脑梗最怕什么 高油高盐的饮食 如果你长期摄入高油高盐的这些食物 血液就会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粘稠 粘稠的血液就增加了血栓形成的风险 脑梗几率就随之增加了 第二呢 怕四高 临床上三高就是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是脑梗常见的危险因素 第四高是什么呢 就是同型半光氨酸高 在这里呢 要提醒大家 如果同型半光氨酸这个数值高的话 是脑梗的独立危险因素 也就是说这个指标高 一定要预防脑梗了 需要尽快的去干预 第三呢 就是烧烤的食物 这类食物中呢 含有大量的盐 由于长期的摄入 就会导致血管的硬化 容易引起血栓 增加血管壁的狭窄 从而引发了心脑血管疾病 腹方单身低丸 不仅是治观心病 还能治疗下面这四种疾病 是真的吗 大家好啊 想必心脏病的患者 对腹方单身低丸都不陌生 它是用来治疗关心病 心脚痛效果非常显重 当患者心脚痛发生的时候 通过服用单身低丸 可以快速的改善心肌缺血 缓解心脚痛的症状 那到底腹方单身低丸 它的组成是哪三个神仙药呢 第一呢就是单身 第二是三七 第三是冰片 单身和三七活血话语 我们不说了 今天重点说一说冰片 冰片是心凉的 它的作用是去医明目 开臂通喉 它可以治疗眼睛的疾磅 可以开翘 所以在治疗关心病急性发作的时候 是非常有效果的 开翘啊 大家要理解 就像我们身体的开关呀 翘嘛就是门 你老开着门 身体里的气是不是就丢失了呢 所以经常服用开翘的药 会伤及我们的元气 所以我认为啊不可以长期服用 腐方单身低丸 有人说下面这四种病可以用它 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啊 是不是妥当 第一呢就是它可以防治血栓 可以抗血小板的凝聚 抑制血栓的形成 对于已经出现的血栓 有一定的溶栓效果 这一点还是保持着我们刚才说 复方单身低丸不能长期的用 急救的时候才可以用 第二能够治疗糖尿病的血管病变 单身低丸呢改善血管内的微循环 所以报道有说呢 用单身低丸来辅助治疗糖尿病 肾病这些病症 我的观点挺好啊 长期服用是不可以的 第三呢是治疗头晕头痛 如果是因为心脏的供血能力不够 血供不到头而出现的这种头晕头痛 急救急症的时候 缓解一下是完全可以的 第四呢就是调节颈椎病 颈椎病天天的用冰片来开窍去调解它 我认为这也是不可以长期服用的 当然了有些颈椎病在急性发作的时候 非常的疼 那么吃上两天的单身低丸 缓解了症状 这样是可以的 正确的用药才可以有好的疗效 还要特别提醒 副方单身低丸含有抗凝血的药物 如果你身体本身有凝血的障碍 或者你正在吃一些防止血栓形成的药物 这种情况下不要叠加联合用药 就要考虑是不是对症 你清楚了吗 多病病存 一医多治 中医治疗有优势 大家好我是赵也浩教授 前两天呢在门诊有一个患者拎着一大包的中肠药 他说这些药啊都是大夫上吃的 这个药呢是治灌心病的 这个药呢是治脑血栓的 这个呢是治便秘的 那个是治疗失眠的 这么多种药 不说每天吃起来一大把一大把的会不会损伤脾胃 就说这些药物之间呢它是不是会有相互的作用 药效相互的叠加或者是相味相反 同时呢吃起来也会有副作用 这很让人担心 中医强调整体观和辩证论质 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脏腑在功能上呢是相互协调的 病理上呢是相互影响的 中医治疗不要针对某一个症状或者是某一个疾病 而是以统一的症来制导治疗 也就是说一个人可能身上有多种的疾病和症状 但是他的症只是一种或者是两种 所以在治疗的时候我们要辩症去论质 这个症呢是炎字旁的这个症 只要辨别准确了这个症才能对症下药 才能取得良好的疗效 如果您有多种的疾病和症状 那每天服用大把大把的药 可以尝试一下中医的整体调理 相信会有不错的效果 天气转凉了 预防脑梗 十句话记心间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随着秋季的到来呢 我们需要注意预防脑梗 以下呢是一些在日常生活中 可以采取的预防措施 第一句话 冷暖自知 天气开始变冷了 我们需要注意啊 增添衣物来保暖 天凉了更不能够吃寒凉的食物 保护好我们脾胃的阳气 第二句话 千万不要熬夜 不仅仅是在秋天啊 一年四季里都不能熬夜 第三句话 天气转凉了 我们需要注意监测血压 第四句话 饭量不能太大 也不能吃的太撑了 第五句话 保持适当的运动量 在吃完饭以后 不要就直接躺在沙发上 第六句话 定期进行血液的监测 特别注意四项血脂的情况 避免超标 第七句话 要适当的多喝水 不要让身体缺水 第八句话 如果有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这些症状 一定需要按时调控好 这个指标 第九句话 如果检测到血中的 同型半光氨酸 素质过高的话 就需要控制住它 第十句话 饮食健康 坚持运动 控制体重 远离烟酒 保持住好的心态 是预防脑梗的重要方法 以上这些措施呢 看起来简单 但是我们往往会忽视它们的作用 事实上 如果能够养成这样的良好生活习惯 预防脑梗 预防心梗 各种疾病 保持住身体的健康 就非常容易了 希望大家呢 能够在日常生活中 注意这些细节 保护好自己的健康